3C 生活不斷電 另外是舊市郊部落的站長阿湯 阿湯哥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湯 阿大哥我現在請教你一下好不好 因為最近來說的話Android市場 這市佔率已經非常高了嘛對不對 大概有7成左右 所以很多人應該會有困擾 不管是手機啊 平板啊 只要有這個上網 聯網功能的 應該就有這個中毒的危機 那如果在Android系統的部分 中毒大概會發 就是會發展成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而且如果我真的一旦中毒了 我這手機啊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危險性 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以Android手機的這個生態來講 因為Google對Android的App 之前是幾乎完全不設限的 就是說你隨便你寫 你寫完之後你就上傳 上傳之後它還不閃 就讓大家抓 等到出事情了 等到有人回報 它還把它下架 所以它本身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那個曾經有統計說 幾乎大部分的Android的軟體 不知道百分之幾十% 都有那個後門 這裡這裡這裡我們來看到 作業系統沒有辦法獲得更新的話 其實有44%喔 這Android裝置有安全上的疑慮耶 到底是什麼疑慮啊 阿達哥我們剛剛看到了 百分之七十九的Android現在說 這個2012年最新的統計資料 作為操作系統 病毒威脅評比 其實最高的還是在Android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了嘛對不對 一些這個聯網功能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不小心中毒了 到底中毒有什麼樣的威脅啊 我剛剛話還沒講 我先繼續補充病 就簡單說 Android手機它會中毒很多面向 第一個就是說APP 就是那個在程式設計者 他在寫的時候故意把後門寫進去 他就直接把病毒寫進去 可能你安裝 你傻傻安裝之後 你就可能就變成說 你會減去被暴增 或者說莫名其妙就會打電話出去 或者會上網去 背後去點他的廣告 這些都是他的手段 甚至說他會欠你的個資 或者你在那個 那個網路上 用那個手機購物的時候 他就把你信用卡帳號密碼 偷走了 就偷走了 所以他可以去做別的消費的動作 對 有可能 就用你的那個信用卡 除此之外 那個剛剛講到的 他這個說44% 他沒有辦法更新的問題 就在於說 因為Android之前有發 那個被駭客發現一個 就我們講白帽駭客 他找到一個漏洞 是所有的Android裝置 全部都有的 然後他把這個問題 回報給Google之後 Google就立刻放出 那個修正的那個韌體 去給所有的那個 Android裝置去更新 但是有部分是沒辦法更新的 譬如說 有一些是真的 小品牌的 或者是一些 那個山寨機 或者是一些 舊機型廠商已經不再更新了 那些 那個就不能更新了 對 但是這些裝置可能 這些人還在用 所以他們就可能 就暴露在危機之外 是不是 對 所以Android裝置 它也是少部分那個 在市場上 就是手機系統裡面 還特地有一大堆 防毒軟體的一個系統 哇 通常我們在這個 防毒軟體的部分 都是用在電腦 或是NB上面嘛 對不對 各式各樣 沒有想到現在手機 竟然因為Android系統 要推出一個防毒軟體 而且這軟體還蠻多的 不過剛剛提到了 這44%沒有辦法更新的用戶 現在是最大 暴露在危險當中的 這個部分該怎麼辦呢 我只能去換一個手機嗎 還是說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解決 其實那個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以這個系統來講 因為既然有漏洞 就有人在做防毒軟體 對 所以說像是AndroidMark裡面 或商店裡面 它有很多是 人家開發好的防毒軟體 像我個人就比較推薦安裝 像那個Lookout Mobile Security那一套 它除了說有基本防毒以外 它可以 還有手機疑似巡迴的功能 還有一些比較知名的 像卡巴斯基諾頓 其實他們都有出手機防毒 他們也有出手機版 台灣國內比較知名的 PCC的 那個趨勢 它有出手機版的防毒 這些其實都可以考慮安裝 好 不過這個在防毒軟體的部分 我們可以另外來多加一層 保護你的手機 但是阿棠哥 我們怎麼來看呢 在Android的一些威脅 已經慢慢升高了 現在也是因為它是戰略比較高 所以當然它的威脅 是比較多一點的 可以看到來到79% 但是我們來看到 蘋果的iOS系統 竟然只有0.7%而已 這個部分要怎麼來解讀 這蘋果為什麼可以 就是在這個防毒的部分 病毒部分它比較不怕 為什麼 其實這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光是兩個系統 他們開放的權限 就各有不同 像Android系統上開放的權限 可以讓開發者 去運用的比較多 再加上又不審核 iPhone或是iPad那部分 之所以病毒比較少 第一是因為它權限 開放比較少 那你病毒就算做進去了 它根本就不能做什麼事情 除非說你的iPhone 比如說我已經有JB了 那權限就會很多 那這時候如果中病毒 其實跟Android是一樣的 並沒有比較安全 或者是哪方面的危險這樣子 那其他像我們看到 黑莓或者是Windows Phone 其實它都跟iPhone一樣 它們都危險性比較少 是因為它們全線都開放的很少 就是因為它們針對這個部分 所以安全會比較高一點 其實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也是因為 它們系統本身就比較封閉 對 所以像它們沒有防毒軟體 也是因為全線太少 所以你做了防毒軟體 我根本防毒軟體 不能操作任何事情 所以防毒也沒有效果 好 那剛剛阿達哥有稍微提供一下 如果你要預防的話 你手機還沒有中毒之前 你可以安裝防毒軟體 但如果現在中毒了怎麼辦呢 我要怎麼來解決呢 阿堂哥 最好的辦法是直接將手機還原原廠設定值 那這時候就會將所有的檔案全部清掉 可是通常你裝了防毒軟體 還會中毒的情況下 那有可能就是系統本身的漏洞 其實這些是防毒軟體 沒有辦法幫你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必須還是 最好的方法讓你有錢就換一隻手機 對 那如果沒有辦法 那你就是只能盡量不要亂安裝一些 你不知名的軟體 那你可以先上網去查一下 這個Apple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我再來安裝 這樣會比較安全 我給你補充一下 就是說在網路上 幾乎大部分有問題的一些App 就是比較容易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大部分都是一些遊戲的攻略 比如說憤怒鳥 它沒事指說 憤怒鳥怎麼破關 或憤怒鳥作弊 這些很多都是病毒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東西你要自己去看說 有東西莫名其妙的功能 那些東西最好不要裝 好 所以阿堂哥剛也補充了 有玩遊戲要特別注意 教你怎麼破關的一些攻略的東西 很多其實隱藏著病毒在其中 好 講完了這個手機病毒之後 我們剛剛也說了 怎麼預防 怎麼來治療 對不對 手機中毒了怎麼辦 接下來第二個主題 我們要帶你來談的 跟手機也是非常相關的 第二個主題要來看到 即時通訊的威脅 現在威脅到誰 是電信業者的一個收入了 很多電視員擔心說 好像你如果用了一些通訊軟體之後 你就不打電話了 你就不傳簡訊了 那電信業者賺什麼呢 所以現在外傳越南 就連越南政府現在都出來 他們要禁用LINE 哇 怎麼會這麼嚴重呢 阿堂哥 你覺得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現在連越南政府都出來 要禁止大家使用這種通訊軟體 其實禁止是應該不太可能 原則上 原則上你只要能夠上網 這些東西 就算你把LINE拿掉 還是有很多其他替代的 譬如說WhatsApp 對 或者那個Vipe 這些都可以用 因為通訊軟體導致電信商 收益下降的事情 不是說LINE開始的 我們像在大陸 微信就佔了大陸的手機的頻寬 超過二分之一 就等於是說 大陸的所有行動網路 有二分之一的頻寬 都被微信者佔走 所以之前大陸也曾經在商討說 要不要給微信的使用者 每個月再另外收月費 對 但是 連中國大陸這麼極權 這麼封閉的國家 都沒有做出 都不敢這麼做 所以原則上 我不太相信說 越南他會為了某一個軟體 去封閉這樣子 我覺得可行性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 但是越南政府到底怎麼樣 不僅政府擔心 他們電信業者已經出來說話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說 如果他們 這四千萬的用戶 通通都用所謂Viber 應該大家之前有用過 取代打電話跟傳簡訊功能 他們會預估多少 損失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營收 這真的損失很多 將近有一半左右了 阿湯哥 為什麼越南有這個情況 可是來看到台灣 什麼WhatsApp LINE WeChat 大家用翻了 可是台灣的電信業者不擔心了 為什麼會這種落差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的通訊軟體 有非常多 我至少超過我想應該二十種以上吧 不管是在哪個系統上都會有 那他說如果全部用Viber 來取代電話或傳簡訊 其實如果他們會造成這種情況 很重要 有一點是 比如說我可能我本身電信業者的服務品質 都不是那麼好 那我寧可就是用網路來取代你 對 那如果這樣相對 以我們自己台灣的用戶來講 我們其實我們網路已經算不錯了 對 那大家覺得已經品質很不錯 但是很多人都會打電話 為什麼 因為可能 有某些時候 我們網路一定會通訊還是不好 那再其次 比如說我今天我都不用3G網路 我用WiFi來取代 讓我更省錢 可行嗎 可是這些WiFi錢是哪裡來 也是從電信業者 其實不管你是去從哪一個管道 來打這個電話或傳簡訊 最終還是需要去付費來使用 可是我很好奇 他現在是很擔心 他們用這個網路的所謂通訊軟體 就可以取代我們傳統打電話 或傳簡訊 可是如果真的用那種通訊軟體來通話 品質比得上嗎 當然一定是比不上 甚至有時候會有Lag的情況 那你如果相對品質 你一定要非常好 當然目前電話還是最好的選擇 對 所以這個電話的部分 其實還是 在緊急的時候 你打電話最快 直接拿起來就漲 而且也不會有Lag的問題 可能在網路的部分 還是會有Lag的問題 好 這是越南政府最新的一個消息 今天的第三大主題 我們就要帶你來掌握了 甩一甩頭 就可以來遙控飛機 到底是靠什麼呢 現在說Google 而且是Google的眼鏡 推出了超酷的一個新玩法 來看到 我們有照片 到底怎麼樣呢 來看到這個人 他就戴上Google眼鏡 而且它就靠動你這個擺 就是甩一甩頭的一個擺動 就可以遙控這個遙控飛機 阿棠哥你覺得這會是用什麼樣的原理來做的 因為它是 我上網看了一下 它是說它是透過頭的擺動 只要我頭不動的情況下 飛機它就會靜止在原地一直盤旋飛著 應該就透過水平的控制 然後去偵測 可能我往左歪一點 它就會往左彎 然後往右歪一點會往右去這樣子 所以沒意外就是它內建的一個水平 再去透過連線的方式結合那個遙控飛機 做操作這樣 所以就是水平 你可能在用這個Wi-Fi連線 去控制到這個遙控飛機 對 不過阿棠哥 我要來請教一下 因為之前Google Glass推出的時候 大家風評好像有一點點兩極化對不對 有人擔心說 會不會偷拍啊 會不會偷錄影啊 而且在眼睛前面 在螢幕上秀出一些資訊的話 會不會導致什麼近視更嚴重 這個部分的話 又是一項新發明 你覺得就是光靠這個頭部擺動 可以來控制遠端的東西 這一項新的應用 會大紅大紫嗎 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它只是為了 為了將來科技在鋪路 一般的人來講 你說我這樣擺頭來控制東西有什麼意義 那也不大 但是你要想說 現在國外有很多像病人 它可能是類似像植物人 或者說半身癱瘓的 它如果說可以把這個科技活用的話 它也許可以 以後叫機器人 或命令那個機器人 或叫電腦 幫他做一些事情 甚至拿來上網 或者是跟外界聯繫 這些都是 它只是為了 我覺得它只是為了說 為了這些科技在做研發跟鋪路而已 所以為未來的一個新技術來做鋪路嘛 對不對 它這只是第一個應用 可能未來會用在其他的應用端 對於一些 可能在講話方面 或是肢體 有一些不方便的人來說的話 可能會是一大突破 好 這個階段 我們已經提供討論完了三大主題 接下來呢 現在已經是八月快要底了 九月份開學季即將要到來 接下來是不是3C大戰又開打了呢 3C商品到底要怎麼挑 折扣的部分比較重要 還是重實用面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囉 馬上再回到節目現場 請坐下 中島